就是友台有一個時尚節目 那有時候小弟會去上節目 上節目的時候就看說 奇怪他們那些東西 好像都滿貴的 然後叫我猜猜看 我說那個大概幾千塊吧 他說沒有耶 那個這個價格少一個零耶 我想說我老婆都是這樣報給我的 然後我說奇怪那個東西 比如說有個新型的包包白色 我說那個好眼熟 我們家好像有看到 然後旁邊所有的來賓 包括那位主持的20年節目 那位主持人說 你老婆有啊 史丹西有啊 那個他我們看他飛過啊 那我就覺得不對 對 雖然是他自己 那也不是你買給他怎樣 對啊 你氣什麼呢 你有什麼塊呢 你自己買 你講出來嘛 OK 我們祝福你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嗎 整個人家是太太這個管很嚴 我們是老公金援管很嚴 老婆小孩都痛苦 真的 在家裡面 你當初怎麼會嫁給他呢 就是不曉得 怎麼會不小心嫁給神長 你知道嗎 神仙 神仙 對 他是一萬塊當一百塊在用 真的 在家裡面就是什麼 我剛剛乃哥認識二十年 他有看過我花過錢嗎 沒有嘛 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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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請你吃過口香糖都沒有 沒有沒有 都是乃哥請我 而且你這樣他 吃我用我花我 對 他有多不要臉 他自己節省就算 他經過哪裡到什麼攝影棚 他就會叫我去接他 然後我就說請問哪裡順路 我從忠孝東又要載你到南港 哪裡順路 他就要說 很多回頭車的司機都是這樣講耶 真的很 真的 我在家裡面就是舉凡走到哪裡 就一直有人在摸摸 關電燈 關電燈 然後關那個 關電視 關電視 然後呢 就是很煩你知道嗎 對 那有一次 對 關冷氣 不是 我有一天回家 我們家人都睡覺了 所以我們家所有電燈都開了 開得好像台北燈節一樣 你知道嗎 不是 開一盞燈等先生回家 但他進來的時候有溫暖 他是開所有燈等你回來 對 還不夠偉大嗎 有一次我出門 他就很生氣打電話來說 你又沒有關電視 對 然後我想說不可能 我明明就記得有 到回家他就說 來...你看 原來是什麼呢 是電視真的是黑的有關掉 但是你們知道電視上 有一個小點點 我知道 就是他的那個 待機 對 待機的 紅色那樣也不行 因為那一顆紅色也會耗電 有被用車頭拔掉 那你怎麼會把冰箱的車頭拔掉 如果裡面沒有東西 我也會拔 你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對啊 他總會要出去吃飯 看一個電影什麼的 誰買單 勾大曲 我們都勾大曲 對啊 然後我想 這種男人 你還要不要加入嗎 不是 自己有賺錢獨立的女性啊 這樣子啊 你怎麼不知道最後會變這樣啊 那請問在講我前天 他送過你最感人的情人節禮物是什麼 就我啊 你也賺個禮物 我常常講喔 對一個我心愛的人 將來會跟我失守一輩子的 對 我都對他小氣 我都對他精精精打細算 什麼... 什麼嘛 沒有 他都會給我灌名 他都說就欣賞我 就是獨立自主這樣子 是個獨立的新現代的女性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要做給他看這樣子 你有病 你還在有病的在一起 好氣 謝謝南哥 是 史黛希有沒有一些行為 你也滿發誓的 你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坐那麼近 我現在要來講他的不是 是 你的絕招不是這樣 這是怎麼安排的 你的絕招 今天不是就這樣安排 好... 南哥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是這樣的 因為他自己也有一些嗜好 可能跟我們衛醫師一樣 他有一些嗜好 那嗜好可能就是一些 金餅的東西 是 所以家裡面發現說 奇怪有一些 黑色的盒子 跟橘色的盒子 怎麼越來越多 那我問他 他就說那是他以前買的 好 那後來因為我們這個業界 不是友台有一個 時尚節目嗎 有時候小弟會去上節目 上節目的時候就看說 奇怪他們那些東西 好像都滿貴的 然後叫我猜猜看 我說那個大概幾千塊吧 他說沒有耶 那個價格少一個零 我想說我老婆都是這樣 抱給我的 然後我說奇怪 那個東西 比如說有個新型的包包白色 我說那個好眼熟 我們家好像有看到 然後旁邊所有的來賓 包括那位主持人 二十年節目的那位主持人說 你老婆有啊 史丹西有啊 那個他 我們看他飛過啊 那我就覺得不對 對 雖然是他自己 那也不是你買給他怎樣 對啊 你氣什麼呢 你有什麼快樂呢 你自己買 你講出來嘛 OK 我們祝福你嘛 你為什麼要這樣嗎 他們就會說 回去我就問他說 那個包包是誰的 他說這個 這王思佳的啊 我說王思佳 為什麼會放在你這邊呢 他說不是啊 因為他買回去 他太多了 他買回去他老公會罵他嘛 所以先放在我們這兒 我們有時候姐妹 約下午茶的時候 就背出去大家拍拍照嘛 很開心啊 我說是這樣子 過了半年 那個包包還在我們家 我說這個不可能 他不拿回去 這久沒見疫情的 疫情中間沒見面 對 所以他就是不願意拿回去 我說真的還假的 你不要再騙了 我跟你講 我有王思佳的電話 我現在就打給他 我打給王思佳 我說老王啊 我們家有個白色的包包 放我們家半年了 我老婆說是你的 這是你的嗎 王思佳二話不說喔 不犯節奏啊 跟那些柬埔寨的 有什麼不同 你氣什麼 他很奇怪耶 他氣什麼 對啊 真的聽到是 大家都不知道你氣什麼 我不知道你氣什麼 要是我 我娶的老婆 又會賺錢 又會自己買包包賺 我也不要那麼辛苦 還把他在外面掙錢 真的 然後買包包送他 真的 少了一個事情 真的 對 夫妻之間就是誠懇 怎麼越來越想誠懇 當然冷就會有熱了對不對 燥熱體質又是如何的呢 臉由一掌濃凍 便秘 口乾舌燥 心血鮮紅量多 是 上面的 其實這三項呢 其實裡面有很多 我都有 心血鮮紅量多 應該是 第三項可能沒有 那所以就是說 因為現在這個 這幾天比較冷了嘛 其實我還滿開心的 因為之前呢 就是熱的時候 我真的是很受不了 我是那一種比如說 什麼荔枝 芒果 榴槤那種 一吃下去 第二天馬上就會有反應這樣 不是長痘痘 就是覺得喉嚨 好像有點腫腫癢癢的 流鼻血 我是很明顯的那一種 我還記得有一次 這過年 我老婆逮到機會 硬要把我們弄出去玩九天 你知道嗎 那個真的是 因為每天就是 因為小孩七點就起來了 明明就是很溫馨的出遊 你幹嘛這樣 很溫馨 很可愛 但是其中 因為我們是家長嘛 所以很多事情 他比較心疼 是九天的旅費住宿 很快 很快 瓜哥 你快瞭解我了 在家就可以享受 家裡的溫暖 所以家裡面是微爐 不是 就是說沒有關係 過年嘛 一年一次嘛 出去玩完沒有關係 但是那種小孩 七點就起來 然後每天你要安排行程 然後出去就是兩大皮箱 什麼嬰兒車 那個媽媽包 還有老婆的那個包 你也不能隨便亂放 你要特別拿著 就是你每天扛上扛下 然後抱小孩 真的 我九天回來 我整個下面 下巴 好慘 下巴不是下面 整個下巴 整個就是長 那個痘痘就是長得滿臉 然後我去錄影 所有的人看到說 你怎麼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 我就跟我老婆就是 片尋著 網路上爬紋 皮膚科醫師 一直搞到後面 後來就是 都沒有辦法根治 然後有一天我爸爸就說 那不然 因為他有在看中醫 所以有個中醫滿好的 然後他還千叮嚀萬祖父說 你一去 你千萬不要先講說 你怎麼了 我們考考他 就是說 一去 就是先讓他把脈 對不對 把脈 然後看看他說些什麼這樣子 那個過程 有點像去行天公地下街 就是這樣 對 那因為我就覺得說 爸爸講的也對 因為一直沒有辦法根治 是不是體內有一些毒素 是不是有一些摩胎 一直都沒有辦法生出來 還是怎麼樣 就是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我也想要去看看 然後一去 沒有錯 果然就先把脈 把脈完了以後 他說奇怪 你是不是有一點 心力不整 我說 有嗎 我沒有聽過這個事情 他說我把脈 我聽到的都是 咚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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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是中間停住 不知道為什麼 但我還是有在呼吸 就不知道為什麼這樣 然後就說你是不是有一些什麼 比如說膽固醇 我說有 因為以前公司都會員工見檢 那個醫師都會說 你的肝好漂亮粉粉的 你有脂肪肝 這樣子 我想說可是這也還好嗎 文明病 大家三餐在外吃 都會這樣子 還好還好 然後他就說 那你這個可能要調理一下 那他就是說 要拿那個水藥回去給我吃 他就給你一包一包的 像那種冬瓜茶那種 對 然後他說你喝之前 溫一下 或是微波爐熱一下 然後再喝這樣子 然後就一直喝 一個月喝完了以後 然後又再去這樣子 那但是因為 他就是慢慢的調理 對不對 所以說喝著喝著 其實有的時候 時間忙 就忘記去 後面就沒有再過去 那你有改善嗎 這裡 其實換季的時候 還是會有 就是會長那個痘痘 已經不是那種青春痘的感覺 就是有點悶悶的 我有一次我這個 拍古裝的戲 還戴頭套 那個整個更悶起來 悶到整個頭皮是紅的 然後就長一顆一顆痘痘 然後那種異味性皮膚炎 還會掉頭髮 真的 那個時候真的很可怕 所以熱底 他就是像賀群哥這樣 臉很油 很容易長一些很濃的大痘痘 就像那種青少年一樣 那當然氣多雪多 所以你會便滅 你能量出不去 而且你會口苦口感口臭 然後最嚴重的就是 女生如果精血 那雪很多 那量又很多 那其實是很可怕的事 其實我第一次去產檢的時候 你第一次去產檢的時候 你第一次去產檢不好不好 不是你啊 帶老婆第一次去產檢的時候 也有這個問題 什麼問題 因為我們家就是 因為人家傳統的家庭 就是這種男輕女嘛 對不對 那我們家剛好相反 我們家其實 女生比較稀奇 好像是 因為我們家 像我們這一輩的男生 我爸爸也是三兄弟這樣子 然後我們第一次去產檢的時候 因為我想說 我都這個年紀了嘛 其實不管是男女 對我來說都是老天爺 給我最好的禮物 沒有那個男生的壓力 沒有我其實還好 健康就好 他有沒有生到女生的壓力 因為男生太多了 對 那所以說去的時候 我也很放鬆 然後去的時候 檢查完了之後 醫生很熱情 還過來擁抱我說 梁先生恭喜你 上輩子的情人來了 恭喜你 恭喜你四個千金 還一直跟我握手 我想說 真的嗎 確定嗎 確定啊 你看這個 這個他還把那個 那個是超音波 都拿來給我看 你說你看這個這個 都沒有問題啊 我們檢查那個 這邊照這邊照 這邊照都有照過 是女孩子 沒關係 女生 男生女生一樣好 他還勸我你知道嗎 男生女生一樣好啊 先生一個姐姐 以後可以照顧弟弟啊 什麼的 OKOK 你看我們家有 姐姐在照顧弟弟 我們家也沒有啊 姐姐都是欺負弟弟的啊 所以說 那我們就回家了嘛 那你也知道回家 長輩總是會關心嘛 爸爸媽媽都會裝沒事 還會裝沒事 就說 怎麼樣 還好啊 不是今天去產檢嗎 怎麼樣 醫生怎麼說 我說 醫生說好像是女生 他們就說 女生 但也不敢太明顯喔 蛤女生真的嗎 你有確定嗎 醫生說確定 上輩子的情人來了這樣子 蛤 這樣子喔 然後看我的眼神 就好像我生了怪病一樣 你知道嗎 就是覺得 他不知道你上輩子到底是屬於 瓜哥 就好像我在家族裡面 我是一個很奇怪的人 怎麼會這樣 你的確是啊 謝謝 然後呢 他們旁敲側擊 問了半天 對啊 真的就是這樣啊 然後下一次再去體檢 產檢的時候 因為每隔 好像每隔 一個月 一個月要去一次嘛 然後去的時候 下次再去的時候 因為那個醫生 每天可能因為病人很多 他也搞不清楚 我們是幹嘛的 然後他就說 啊 恭喜你確定 男生 這是個男生 蛤 不是 是不是 他上輩子就是 醫生 好有趣喔 上一次 我也不敢講得太那個 你說 啊醫生不是說 是上輩子的情人 沒有 不是 是男生 那我說 可是上輩子好像 不是 上次來 好像是 上輩子的情人 他說 啊沒有沒有 那上次可能是 比如說腳夾到 或是怎麼樣 所以說 真的會這樣嗎 而且 你第一次的時候 那個小baby很小嘛 說像手指頭一樣 這麼小 可能看不清楚 一個月以後 欸他又大了一點 所以我們今天確認 沒有錯 應該是男生這樣子 男生女生 這件事情 本來喔 他們在生殖器的發育的過程中 男生女生在某一個階段 他們其實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而且是好像都有小雞雞的樣子 是喔 有時候呢 知識的問題 還有呢 養水的關係 有時候真的會少到 欸好像女生就有一個突出來的小點 那有時候男生呢 有可能是因為遺傳的關係 可能爸爸的大小 怎麼樣呢 好多數 走開 你這個 這是我聽過 這是你小心一點 這是我聽過最喊的 來講 這個還好 這個還有遺傳吧 台灣是因為塑化劑太多 你在講什麼 所以呢 這個男生女生的問題 我們在 整間是最容易被問到的 所以我們大概都回答會比較保守一點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男生女生 還是要做更精確的檢測 例如說是養水啊 這個出來就是 男生是男生 女生就是女生 還要檢查爸爸 你一天24小時 他都可以用 他有的時候 早上那個 六點零口見這樣子 不然就跟你講說 五點戲子這樣子 他們就說 可是 中午要錄影耶 你放心啦 你早上來對不對 你幾點 十二點錄是吧 十一點一定放你走 那你晚上要錄到幾點 一天錄完大概十點多吧 十一點來大湖公園 再拍兩場夜戲好不好 就是他沒有在管 你有沒有要睡覺這件事 是 然後弄了以後 結果拍到後面 我就覺得說 我怎麼會有一點好像 那種感覺不是說肚子 是覺得說坐在那裡 坐一坐怎麼覺得好像 有一點會晃這樣晃 我就覺得說 好像有點不對 因為出來亂吃亂喝那麼久了 是時候要還了 所以應該要去醫院報到一下了 那結果我一去報到 沒想到驗血這個驗尿以後 就發現說 他說我這個 粉紅色的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他說可是不要擔心 大部分上班族都有 因為大家三餐老是在外這樣子 然後你這個 那我說 那現在該怎麼辦 他就說那我們就 按時來服藥 那可是你剛剛 像剛剛講的 你吃的東西飲食就是很重要 然後他就叫我去找 營養師的門診這樣子 那我就跟他想說 其實我們每天 最多遇到的就是兩種東西 我們常常遇到就是這些 那我說便當可以吃嗎 他說 那個如果是便當跟麵的話 我建議你選便當比較好 因為便當是飯 那麵是比較精緻的澱粉 那可是如果比如說 這個到便利商店 有的時候肚子有點餓 他說你去便利商店 你還是選便當 他說你千萬不要去選那種 比如說 咖哩飯 醬料粉 義大利商店 紅燒牛腩烏飯 這是什麼 麻婆豆腐烏飯 我說這都很好吃 對 他說千萬不要拿 因為那個東西 裡面就有大量的太白粉 它才會固固 就是弄得好像烏飯這樣的感覺 還有玉米濃湯 千萬也不要拿 因為拿了以後 那裡面有很多的什麼太白粉 什麼 它才會那麼濃 那麼濃 所以他就跟你講說 什麼可以吃 什麼不能吃 是 那後來最近疫情的關係 那這兩個月我在家裡面 我本來大概就是 八十九九十公斤這樣子 那因為那個醫師說 其實很多疾病的來源 都是肥胖 其實肥胖就等於 有一點點在發炎 所以他建議我 減掉體重的百分之五 或百分之十這樣子 那我現在大概有八十一二 減肥成功嗎 所以你剛剛講的沒錯 在營養學 因為很多人很少在節目講 你知道 你看那哪些不是說 油膏油炸在那邊 你一個禮拜吃一吃還可以 如果你餐餐這樣吃後 你會 營養師看會瘋掉 對 因為你從來沒有想到 你會遇到有一天 那個小朋友停課 不用去上學了 然後你也 一開始還滿開心的想說 可以共享天輪金了 對 想說第一家人團聚 好不容易 因為以前大家各忙各的 小孩也沒辦法接送什麼的 一開始還滿開心的 可是後來幾天之後 你會發覺小孩一直在測試 你的底線的時候 你想要逃 但你沒有地方可以逃 因為你沒有 那即便你出去了 什麼咖啡廳 電影院 都沒有開了 連公園也不希望你過去了 對 你就會覺得說 然後後來我想說 沒關係就在家裡面 但是因為你在家裡面 你也沒辦法閒著 因為就是說 他每天因為不能去學校 那學校很貼心的準備了 遠距的教學 所以大家從來 七八點就是起來 然後把那個iPad打開 然後就跟老師連線 就開始一整天的課程了 你知道嗎 一直到下午為止 然後你就會覺得說 奇怪怎麼感覺好 就是我老婆她會覺得說 奇怪為什麼覺得喉嚨有點乾乾的 然後因為早起 是不是因為 早起的關係有點頭痛 然後怎麼覺得 到底是過敏還是說 好像有一點症狀這樣 那因為我太太是 他就開始就是自己 關在自己的房間裡面 比較少跟我們接觸 他關在房間裡面不是休息 他拿手機起來 一直在看 奇怪為什麼他會有這些症狀 他會有這些症狀 然後 好 那我就說 沒關係你不要想太多 早睡早起 可能對身體會比較好 然後突然睡著睡著 他把我搖醒了 我一看時鐘半夜4點 我想說前面有什麼事嗎 你是不是睡不著 他說沒有 他看了很多的 醫師的這些報導 這些文章 他覺得有一些事情要跟我說 我說前面有什麼事你要說的 他說是這樣的 以後小寶有沒有新媽媽 然後他開始跟我講 凌晨4點 對 開始跟我講一些 他的公司 公司要怎麼處理 他的保險在哪裡 然後他的一些什麼密碼 跟大小章在哪裡 我說 你半夜4點跟我講這個幹嘛 我們早點睡 然後他開始有一些 比如說會起疹直 或者說長痘痘這樣 可是我覺得 他作息比較正常 就是幾天適應了之後 開始那些症狀都緩解了 我覺得會不會是因為 就是突然很早起 然後在家裡面忙一些 他不熟悉的事情 可能免疫力有一點下降 幾天之後 其實他習慣了之後 他也就恢復正常 但是他的密碼 還有他的公司大小章 跟保險 他都告訴我 他現在正在從這改回來 改別的 請得到的好處 搞不好他是故意 脫樓夾了給他 後來就試試看 剛剛也有提到就是說 你還是 當然沒事別出門 但是你還是要下樓 比如說現在外送 他不會送到你家門口了 他可能放在一樓管理員那邊 或是有包裹 有掛號信 那個太太那個 那邊亂刷亂買的一些東西 然後還有那一些那個 他叫來的袋 一袋一袋的 你總要下去拿對不對 那像我的狀況是說 比如說太太每天煮菜非常辛苦 但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總會少一兩樣 那會叫我出去買 或者是小朋友遠距教學 那需要去 家裡不可能有列表機 影印機 你可能要去這個便利商店 把那個功課印出來 剪貼的 畫圖的 要把它印出來 就是說每天我總有個 兩次到三次 休息一下 因為我是護長 這個事情我不做誰來做 對不對 那可是因為我太太 那是緊張大師 她就會跟我講說 你要就是要找人少的時候去 比如說 或者是十一二點那時候 人比較少的時候 然後你出去做這些採買 或影印的一些動作這樣子 那出去的時候 因為他也在這個網路上 也買好了各種的東西 比如說他叫我要戴這個 這個一定要戴 然後護目鏡對不對 然後還有剛剛像心梅醫師講的 就是說你 因為頭髮是很容易沾到細菌的 一個東西 那你出去的時候 你就戴浴帽沒有關係 不要覺得不好意思 因為沒有人認得出來 現在大家看到這樣 現在大家看到這樣 也不覺得怪 對 那我也有帶照片來 但是我不知道 這樣子大家還認不出來 他可能是我 你只要一出聲 應該就認得出來 對 買的東西 還有小孩的影印 什麼都在那邊 然後 完了以後 一回到家裡面 就像剛剛瓜哥講的 我老婆就會拿酒精 在我身上 一直噴 一直噴 從來也沒有人這樣子對我過 然後還有門保 然後鞋子也不能穿進去 然後小朋友看到我回來 很高興 爸爸 不可以抱 輕生的 所以他就會過來找我 但是 老婆也說 幹什麼 不要 爸爸很髒 我們家就這樣子 我女兒要衝過去的時候 我會立刻這樣抱著她 我說不行 不可以碰爸爸 爸爸現在很髒 對 因為有一種髒 叫做媽媽覺得我很髒 然後噴完了以後 他就在一個很沒有人權 沒有保障的情況下 他就要叫我全身脫光 只剩一個小褲褲 然後這些衣服幹嘛 我還不能丟到洗衣籃 沒有那麼嚴重 不能丟到洗衣籃 直接要丟到洗衣機裡面 我說老婆 我出去一下子 就是衣服褲子而已 就兩件也要洗嗎 要洗 就洗 然後我就穿一個小褲褲 我的只能到家以後 就只能A點到B點 就是我到家 然後就往浴室衝 從頭洗到腳洗一遍之後 才能出來見客 你這樣還好 你老婆會在後面噴地板嗎 因為我會在 她走我就會這樣 沿路這樣在噴地板 也會 那每個媽媽都一樣 今天難得出來跟大家見面 我發現我們家那還好嗎 原來大家都這麼謹慎 超級 你確定你還好嗎 我今天看到你的那個行李 好像搬家一樣 什麼東西都有 有噴那個就是環境的 然後還有手的 酒精的 我今天來錄影 請了兩個注意 對 為什麼 也要來消毒嗎 消毒 對 就是搬了一些東西 這個嚇死人 我今天晚上回家 大概也是 脫光燒掉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還是有適合 還是有適合 我們去看看 兩人到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